美军特种部队带领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 这样的场面可能也已经在台湾秘密低调的进行一年多了 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台协助小艇训练 特种作战部队与支援部队则为台湾地面部队进行训练 这支24人的军事小组采轮换至 在台秘密协训至少已经一年 美国的军队驻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 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所谓的维持现状嘛 值得玩味的是 当秘密不再是秘密的时候 向来随美起舞并且洋洋自得的民进党当局 一下子就安静了 仅由一名台防务部门副主管轻描淡写的回复 有人在台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表示欢迎 但是呢在军事交流的部分呢 我想基于网力我们都是不公开评论 台与美双方的默契是 在军事的交流活动上 美方不揭露台湾就没有评论 美方确实提供了必要而且充分的协助 必要且充分 可24名美国士兵能做什么 一小撮人的存在既不能吓唬到谁 也谈不上为台湾幻想的抵御大陆增加分毫信心 在今天的台湾联合报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 标题醒目略带讽刺 美国海军新战略指南首度承认有了竞争对手 美中海军军力旗鼓相当 美国人正在把大陆当作自己真正的对手 而民进党当局总是打着小算盘想跟上美国这趟车 买装备要训练表中心 阿富汗的前车之鉴才过去多久 美军对阿富汗政府军不是实施了近20年的全面武装和完整培训吗 最终仍然是以失败收场 还有越南战争的例子 事实证明美军的装备和培训支撑不起一支军队真正的斗志 草莓兵依然软弱 异想也终究只能是异想 但是无论人数多少 美国向台湾地区派出现役军事人员 性质绝对是恶劣至极 传递对华强硬信号是美国的一贯伎俩 民进党当局也一如既往低眉顺眼配合演戏 但是这群乌合之种 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7月4号光白天减16就来34架次 轰612架次 晚间再加码 一天下来共56架次 创单日新高 切属10月才开始短短4天 已经来了149架次 短短30秒内张化渡的商城市 包括花坛河门送水路杠都停到了 恐龙心跳 两三声很大声好像打的一样 还以为爆炸还怎样 民进党当局常年把维持现状四个字挂在嘴边 但插之毫厘 谬以千里 绿英如今维持的早已经不是当年两岸互动热络的现状 仅剩下民进党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苟且 就在本周 台湾雅虎奇谋网站做了一份网络民调 询问网友 你会担心两岸关系吗 截至10号中午 超过五成的网友表示担心 更有30%以上表示非常担心 近五成网友认为 国际关注只会加剧两岸关系 若非明月照勾取 今日台湾老百姓看到大陆的军机飞过 怎么会有危机感 满满的安全感才是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台湾民众不需要病态的维持现状 中华民族更不需要开倒车的维持现状 台湾人和大陆人从来不是一己或对立关系 台独分裂才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失道者寡注 凡是数点忘祖 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悟兴兴起可行 则遗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台湾局势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